注意看,这个长得酷似不搁的男人居然睡在了二十八米高的城墙上,看样子好像还在做着梦,这个女孩想要叫醒他,却差点弄巧成拙 喂,开起床了 哎呀,小心 哎呀 快点把准备人掉啊,把手给我 男人上来后对着女孩就是一顿埋怨,人家在这睡得好好的,差点被他给推下去了 夏儿啊,你看看,你到底想干嘛 什么叫我想干嘛 哎,刚才掉下去的那条围巾是我的 要不是我好心给你干上,你脑就已经冻死在这儿了 女孩叫汤七七,是一名网络拍客,为了拍到攀岩的蜘蛛人,她晚上独自来到台城 没想到蜘蛛人没看到,却碰到最久的徐然,七七怕徐然出事,于是就顺便照顾了她一晚上 没想到徐然却误会她是狗仔,以为要勒索她,随后还从她的包里翻出了证据 你哪家公司 蜂猫网络 徐然可不是一般人,她现在是一家顶级日用品公司的总经理 名副其实的打工皇帝,然而回到公司的徐然却被两棵松树堵在了门外 不得不说这两位快递小伙真有眼光,把两棵松树不偏不倚的摆在了正中间 这回去他们老板一定会表扬他们 徐然找了几圈也不知道往哪里进去 最后,她只得无奈从两棵树的中间挤过去 不过进了公司的徐然却是脸色铁青 随后她召见了公司公关总监叶容 而另一边的汤七七就惨了 她回到公司,她老大就找她要素材 她却把一张空的存储卡交到了她手里 结果惹来她那个二货老大的雷霆之怒 此时,公司另外一个小伙见七七被冤枉 连忙出来帮她解释 结果直接是引火上身 另一边的叶容因为男朋友劈腿 直接把她甩了 气得她直接把高跟鞋往渣男身上砸 此时情绪失控的叶容正以每小时二百七的速度行驶 但很快就发生了意外 当小伙准备找她理论的时候 她却是举止泰然 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此时的小伙也是无语了 没想到她一转身,直接换了身衣服 我已经有说过很多次了 这个小伙刚准备过马路 却被一个美女开车给撞了 没想到车主是不道歉也不下车 只是在车里自顾自的打电话 小伙回去看着自己的爱车被撞成这样 再加上车主的态度 小伙是越想越来气 随后,她再次过来敲窗 要求美女立即下车 没想到美女只是瞟了她一眼 然后继续打着电话 同志请下车 小伙彻底无语了 自己居然被无视了 撞了人还这么嚣张 小伙怒不可遏的捡起自己的背包 下一秒,她摇身一变 我已经给你们说过很多次 美女看到是警察后立马傻眼了 赶忙挂掉电话准备下车 没想到这时候上次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来,学长 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你去哪儿了,赶紧回来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但我确定我要被捕了 你再不下车,我只好强迫你下车 你先别开枪 先别开枪 这不愧是做公关的 谎话张口就来 直接让徐然莫名其妙了半天 这边下车的叶柔就尴尬了 不仅只穿了一只鞋子 还超速行驶 结果自然免不了被教育一番 随后,叶柔好话说尽 还诚恳的到了浅 但似乎没什么用 警察同志 警察叔叔 我第一次派你就不要给我纠结了好啊 我正式告诉你 你涉嫌袭警 还有超速驾驶 干嘛呀 开车 去哪儿 我叫微笑 危险的微欢笑的笑 微笑得知叶柔是好友徐然的下属后 看在徐然的面子 当然不会报交警 干脆打了的电话叫他过来领人 叶柔看到徐然后也是大吃一惊 没想到这么点小事 这个人还把他上次叫了过来 这不是让他颜面扫地吗 你怎么还打小报告啊你 什么态度啊 坐下 我怎么素质 还总监呢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较劲呢 赶紧给人家道个歉 还有啊 该赔偿的也要赔偿 是啊 连我的电驴子都撞烂了 幸亏我动作快 要不然连我也撞烂了 叶柔 这不是你做事的风格 魏警官 对不起 我对我之前的行为 深表情 带回去好好管教你的手下 别再给人民警察添麻烦了 其实这还真不怪叶柔 昨天叶柔的男友张大雨在车内玩劈腿 却不小心被路过的女主七七拍到 结果七七在上次的威逼利诱下把视频发到了网上 这下大明星张大雨的人设一下就崩塌了 而这边的叶柔看到男友出轨的视频顿时就怒火中烧 随后他过来找张大雨询问原由 没想到反而遭到张大雨的一番抱怨 我就知道你小心渡场 我就给你个交代 我和徐狗狗在一起半年了 除了徐狗狗还有其他 你以为你值得很亏 我还觉得我亏了你 你看我这张脸 你还真不用看别的男人 叶柔听了张大雨的话是气得咬牙切齿 没想到张大雨最后还来的句更狠的 你就是这样的老女人 叶柔 没你妈了 终于知道这部剧为什么叫高手如铃了 原来随便一个冲咖啡的都是深不可测 来杯咖啡吗 好啊 谢谢 你是来 我是来找你们冯总的 没想到在拍摄现场还有这么专业的咖啡机 现磨的咖啡才香吗 看来你们冯总是个很讲究的人 这个咖啡豆也是你们冯总选的吗 是我选的 雅买家蓝山 不是雅买家高山极品 也不是雅买家休息 很专业 我很期待我们的第一杯咖啡 你表扬了一通 就把我的第一杯咖啡 变成了我们的第一杯咖啡 你说话也挺专业的 你来早了 大家要半个小时以后才到呢 和人约会我习惯先找到 熟悉一下环境 然后呢 看着我约见的人走进来 我喜欢看他们走路的样子 为什么 你能从他们走路的样子 看出他们的性格 我习惯看他们的步伐 看他们的体态 你能够看出来 他们是激进的 还是保守的 是容易冲动的 还是沉稳的 甚至我还能看出来 他们是喜欢喝咖啡 还是喜欢喝茶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看起来像个大人物 要不要请你去办公室里做 我们的第一杯咖啡 谢谢 我和你一样 这不是什么大人物 你刚刚进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来应聘的导演 我们导演刚刚被炒掉 就那么一会儿 我就不像导演了 因为你对这个场景 丝毫不感兴趣 而且桌子上的脚本也没看 如果你真的是来应聘的导演 至少要打听一下 拍摄的情况 我叫徐然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愿意 随时可以让我的部分来上班 我去做什么 一个有洞察力 又有品味的人 做什么都可以 不好意思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愿意 我随时欢迎你来我的公司 你可以来做导演 因为你很有品味 我判断你 徐然的上司希望他去签一个广告公司 并且只能是冯露飞的广告公司 因为冯露飞的老爸非常的不简单 更何况冯露飞自己也是非常的优秀 一般人根本请不动 徐然只能临危寿命 没想到两人误打误撞 一番聊天下来 两人的品味和气度让他们一见如故 竟同时邀请对方来自己公司 随后徐然说明来意 冯露飞对徐然是十分欣赏 没想到当冯露飞来到徐然的公司 却得到一条消息 有人在国外传回有关于徐然八年前 在国外创业失败的消息 说徐然公司破产 并被人告上法庭等一系列负面消息 所以你暂时不会冲进 我不想浪费时间和精力 第二天 徐然在B公司的记者会上 徐然坦然站了出来 并陈述了一切前因后果 当时投资人 以为我为了谋取私利 把核心技术卖给了别人 把我告上了法庭 我的合伙人马凯 基于对我无条件的信任 出庭为我作证 最终 法院裁决我无罪 这就是八年前 我在美国失败的经历 下面的时间 留给各位记者提问 记者会结束后 冯露飞因为欣赏徐然敢做敢当的坦详 为了表示对徐然的支持 他当即决定与徐然签约 第二天徐然带着江东来到冯露飞公司签约 由于江东以前没有见过他 不把冯露飞当成一名助理 结果他在徐然面前口无遮拦地羞辱了他一番 有喝的 哎 那个 给我一杯咖啡 不加糖不加奶 好 我在想 那女的根本不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不管肯定 她是个老处女 而且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我真的觉得她很需要一个男人 从她背后狠狠地踹一脚 您的咖啡 不加奶不加糖 什么咖啡啊 给您专门调制的醋咖啡 我这种人确实需要有一个男人 在我背后狠狠地踹一脚 对吧 江总 这个男人一觉醒来发现睡在了别人的床上 他看着睡在沙发上的女孩 心里有种莫名的感动 随后 他帮女孩盖好毯子 在笔记本上留下两个字就赶着去上班了 但是他却把手机忘在了女孩家里 此时 女孩被手机铃声惊醒 是徐然手下叶柔打过来的 叶柔也没想到接电话的不是徐然 于是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工作上的事 结果 呃 喂 此时的叶柔硬是愣了两秒钟才反应过来 赶紧把电话挂了 只怪自己太草率了 等一下徐总该不会怪自己吧 这边徐然一回到公司就被叶柔堵住了 徐总 我及时找您有时间吗 简单 上午什么安排 徐总 今天上午有三个会议 时间都已经安排满了 很急 而且我今天早上一集给您打电话了 可是你没带手机 嗯 您可能没带手机 啊 我忘了拿手机 把会议时间推迟半个小时 好的 进来吧 随后 开完会的叶柔 犹豫着要不要留下来撇清一下关系 最后 他还是鼓起勇气主动跟徐然说 今天自己只是不小心打扰到他的私生活 并且表示自己嘴很严 如果以后公司要是有人传出关于徐然私生活的传言 那一定不是他 徐然则认为叶柔想太多了 自己只是把手机忘在别人那里 什么都没干 深正不怕影子写 您昨天和今天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相信公司的女性员工都会发现 他们一定会想 徐总昨天都去哪 这些年来你每天都换衣服 站出了 原来 徐然早在八年前就自己创业过 然而他却被一个叫黑暗联盟的组织给盯上 这个黑暗联盟的领头人叫熊佳杰 后来熊佳杰买通了徐然的前女友 偷走了徐然公司的商业机密 在徐然公司产品上市之前 抢先一步投放到市场 结果导致徐然公司破产 身败名裂 后来他的女友也因病去世 但这八年来他每次只要一想到女友就悲痛欲绝 忍不住的借酒消愁 昨晚他再次醉倒在大街上 却又被汤七七发现 七七不忍心让徐然睡大街 于是就把他拖回了家中 而第二天拿着徐然手机上班的汤七七就惨了 徐然的手机直接在他上班的地方想了一上午 汤七七啊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你是不是欠人家钱你不接电话 赶紧接电话啊 好吵耶 这这不是我的电话 这是我昨天一个朋友落在我这儿的 我还在等他过来拿呢 那你把他关掉啊 他想了很久哎 我在这边开会 你把他关机关机好不好 可是如果我把这个关掉的话 他都不知道到底有谁找过他了 那你接一下会怎样呢 接一下不就知道他是谁了吗 可是这是别人的隐私 汤七七 你相不相信这么早的电话 如果你现在不处理掉的话 我告诉你啊 这个电话我会把它放在一个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你相不相信 我现在没有办法走开 我这还在忙着工作呢 男人拿出随身携带的便签 然后在纸上面写下球就电话跟地址 再把便签折叠成一个个小小的纸飞机 以此来增加获救的概率 最后他甚至还把自己的衣服丢了下去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总经理沦落到如此地步 原来昨天夜柔火急火燎的找徐然是因为有一个专阶名人黑幕的网络红人辣椒书 在网上再次爆料V公司某高层涉嫌欺诈 矛头直指徐然 当然这一切都是徐然的对头 黑暗联盟在幕后操纵 而另一方面 V公司总部也听到一些徐然当年在美国的不利传闻 公司总部派出三大巨头来公司视察 最后在人事调动上 决定把现任大中华区总裁李智辉调任为中东区总裁 大中华区总裁的位子却由苏珊王接替 同时我还将和徐然总经理共同负责大中华区的管理 随后 徐然的上司还特意为此事找到了总公司的几位领导 他为徐然的是愤愤不平 因为这八年来 徐然是他一路看着成长过来的 徐然的人品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而总部也回应这只是暂时任命 圣诞夜这天 公司为了欢迎苏珊王的任命 刻意举办了一场酒会 而徐然在回到酒店的时候 却刚好碰到过来找他的唐琪琪 由于徐然先一步进入电梯 琪琪指得在下面记住楼层 却没想到徐然去的是顶层 随后他一路追踪到了楼顶 却发现徐然在楼顶还养了只猫 两人交谈一番后 准备离开时 发现门被人锁住了 此时 徐然却接到了一个电话 喂 天台的风景怎么样呢 你想干嘛 没什么 我就想提醒你 酒店员工都去参加迎圣诞活动 清洁工用提前下班 你只要到早上九点前 都不会有人上天台 你真是个疯子 别那么激动嘛 我就想跟你说一声 圣诞快乐 还有 打完这通电话 你的电话也要去过圣诞节了 熊佳节挂掉电话后 就安排人把徐然的手机信号屏蔽了 我的手机信号被人屏蔽了 有人吗 我电话也屏蔽了 这边的夜柔也是挺着急 徐然的电话打不通 人也找不到 只得把徐然的助理痛斥了一顿 到了晚上 天台的温度迅速下降 被困在顶层的两人只得奋力呐喊 只希望有人可以听到 随后 徐然又折了许多求救的纸飞机 但这些纸飞机飞到地面 根本就没有人注意 最后无奈的徐然在汤七七那里 要来了一张纸巾 写下信息后 直接把纸巾塞到了他衣服的口袋里面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把衣服丢了下去 你疯了呢你 飞机太小了 下面的人可能看不见 我把西装扔下去 一定会有人注意到的 另一边刚胜任的苏珊王 却是沉浸在酒会的喜悦当中 但是在接下来的亮灯仪式 却发生了意外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亮灯仪式 由我来主持 由我们的苏珊来按灯 好吗 我们一起来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苏珊 遭到电击住院的苏珊王 由于伤势严重 必须回巴黎休养 苏珊王的意外让总部找不到 合适人选接替李志辉 最后只能被迫决定人事保持不变 徐然还是大中华区总经理 而这边徐然从楼顶扔下的西装 也终于被路人发现 联系上了叶柔 喂 李小姐吗 我捡到一个纸条 上面说徐先生被困在酒店天台 让你赶快去救他 你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不会有烦恼 徐 徐总 Merry Christmas 谢谢 注意看 这个美女独自一个人来酒吧喝酒 看她这个样子 可能已经不是微醺那么简单了 这时 一旁早就对她垂涎三尺的男子提着酒瓶过来搭讪 哈喽 我叫Jack 像你这样一个大美女在这儿喝闷酒 是不是失恋了 不管啥吗 有我呢 叶柔并不想搭理她 穿上衣服就要离开 但此时的男子哪里肯错过这样的机会 拉着她的手 就要强行把她留下 叶柔则是奋力反抗 正当两人争执不下时 却刚好碰到过来巡逻的微笑 随后 微笑对叶柔说是临时检查并让她出示身份证 当她看过身份证 准备要教育叶柔不要经常一个人出来喝酒时 叶柔却拉着刚才的男子出来做挡箭牌 说是自己的男朋友 她是我男朋友 男子听到叶柔的话后 立马就喜笑颜开 赶忙过来一把搂住叶柔 微笑作为一名警察 岂能看不出来他们的这点伎仰 只是她也无权管别人的私事 两人出来后叶柔就要摆脱男子 但此时的男子却想假戏斟酌 走 去你家 别扫兴啊 你神经变谁啊你 走 你放开我 干嘛 在大街上不要拉拉着 她是我老婆 关你什么事啊 谁是你老婆 谁认识你 啊 你说你动手就动手 喊那么一嗓子是为了什么 结果吃亏的还不是自己 微笑帮忙解决了男子后 醉酒的叶柔 却是缠着她的胳膊不让她走了 直接在她面前耍起了酒疯 微笑也是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如果一个女人在喝完酒之后 不哭不闹 不乱发信息打电话 甚至还能一个人走回家 那她到底该有多孤独 微笑看着走路都不稳的叶柔 也只能把她送回家 没想到回家的叶柔就直接把外套脱了 倒在了床上 微笑为了让她能睡得舒服点 准备帮她摆正一下姿势 没想到喝醉的叶柔力气是如此之大 直接把微笑压在了身下 此时的微笑看着这如此暧昧的场景 脸也是有点红 随后 微笑问叶柔她想干什么 叶柔则表示想学习一下手铐 微笑认为她喝醉酒莫名其妙 起身就想走 但是 但是堂堂一名七尺男儿又被她压了下去 最后 无奈的她只得把手铐拿出来让她玩一下 没想到叶柔拿着手铐把玩了一下之后 就直接把另一个手铐 靠在了微笑的手上 靠在手上就算了 随后她还把钥匙抢了过来丢到了窗外 丢到窗外就算了 然后她就直接这样睡着了 留下微笑一个人在那里微笑 最后 微笑看着雷打不动的叶柔也是无计可施 她只能迫不得已拿出她的绝招 她用两只脚把一部电话夹了过来 给她的顶头上司打去了电话 许然 我告诉你 你再不来我就死定了 大戴过了一百一十五分钟后 徐然赶了过来 而这边的叶柔醒来后却是翻脸不认人了 不管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也不管你到底想不想起来 但是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你的徐然老板在你门外 你怎么撤我家啊 怎么回事啊 你赶快去开门吧 义冠亲手 流氓 你怎么撤我家啊 怎么回事啊 义冠亲手 流氓 叶柔因为喝断了片 根本不记得自己怎么还带了个小鲜肉回来 带回来就算了 这家伙居然又给他上司打电话 这不是让他再次出丑吗 徐然进门后 看到他们两人手上的手铐 不禁忍不住的脑补了一下画面 此时叶柔的脸上就好像写着大写的尴尬 随后 徐然了解情况后 决定劝说叶柔走出前男友的阴影 因为叶柔已经不是第一次去酒吧买醉了 上次若不是微笑及时出现 说不定他就被那个小白脸给骗走了 叶柔同学 你要洁身自爱 你要说道德警察 最近有色狼出没 所以我便衣出情 你要是碰到什么困难 记得报案 等你请他会帮助你 随后 徐然表示给叶柔两个选择 要么把张大宇的照片全部忍了 要么就不要再住到这个房子里 作为他的上司 徐然不希望叶柔一直沉浸在过去的情绪里 因为他还有工作需要负责 还有新的生活需要面对 如果为了一个渣男 自己从此就堕落下去 那就是呆子吃披霜 傻得要死 随后 在徐然语重心肠的劝说下 叶柔也表示愿意搬家 开始新的生活 从现在起 这一段生活 将被永远封城在这里 这也 搬过去 新生活正式开始了 走 另一边 聂柔的前男友张大宇却一身酒气地找上了汤七七 因为他觉得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一切都是因为汤七七那天拍到他与一名女子的视频引起的 如今的张大宇每天被各种负面新闻缠绕 星途也是遭到重创 随后 最久的张大宇便在七七的出租房大炒大闹 还把他房子里面的东西全部砸了 无奈之下七七只得报了警 随后 张大宇被带进派出所 估计没有十天半个月是放不出来 第二天 刚上班的七七又被他的上司赵高痛斥了一顿 因为赵高知道昨晚大明星张大宇在七七住的附近闹事 而汤七七居然什么线索都没得到 汤七七啊汤七七你不要跟我解释 我来跟你解释好不好 案发现场是不是在文明路 是不是 是不是在你家附近 是不是 我的天哪 这天上掉下来的新闻掉到你家 你竟然都接不住耶 我的天哪 你一点点的职业道德 一点点的职业嗅觉性都没有耶 你现在赶紧赶紧去 把张大宇的行踪给我查清楚 查得水落石出再回来 要不然我永远 我不要看到你 可是我们是拍客不是狗仔 汤七七啊 我真的现在很后悔耶 我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去买彩票 你要很庆幸哦 昨年晚上没有任何媒体在现场 要不然啊 我会被总编骂得跟抽头一样 老大 你这是体罚员工 他可以告你了 这个女孩每天上班都会被她的上司骂 因为她今天上班又迟到了 结果又引来了她上司的雷霆之弄 你是住在哪里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他住在哪里 他什么状况 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觉得你好像是火星过来的哦 你完全不了地球人是不是 你知道现在地球人已经忙到不可开交了耶 我告诉你汤七七 你说那些苦情戏 没有人要听了 现在没有人要看 现在很简单 原来前天晚上张大宇在汤七七的出租房大闹以后 房东看到七七家里一片狼藉 于是房东就把七七赶出了门 而徐然这边 在黑暗联盟的操作下 网络上辣椒书进一步指责徐然是八年前涉嫌贪污欺诈的主谋 而各大电视台均播放着当年徐然在美国集资合伙人的现状视频 他们有的被迫打工 有的血本无归 更要命的是 徐然当年的合伙人马凯也跳了出来 怒斥徐然背信弃义 还要跟他打官司 此时 整个公司都是人心惶惶 叶柔作为公司的公关总监 为了安抚人心 他必须要解决这次的危机 喂 简单 我今天必须是徐总进公司后第一个见的人 请帮我安排 徐总 对于您的过去 我没有任何兴趣打听 但是从公关角度出发 你必须要回答我几个问题 因为你的名字已经被网络曝光了 而且公司员工从各种不同角度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有个内部安抚人心的做法 随后徐然跟叶柔又仔细认真地讲述了一遍 他跟合伙人马凯的故事 叶柔则表示一定相信徐然 支持徐然 一天后 徐然在一次互助会活动上又讲述了一遍自己经历 这次连他跟女朋友的故事都讲了出来 一旁的冯禄飞跟七七都被徐然的真诚与痴情所感动 随后 汤七七在离开的时候却碰到了江东 江东认为他是混进来偷拍徐然的 所以要求汤七七把拍摄的机器交出来 汤七七当然不肯 正当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 冯禄飞走了过来替他解了威 怎么了 他偷拍徐总 偷拍 我看他也不像偷拍啊 而且并没有拍徐总啊 他如果真的要偷拍你会知道吗 他一直坐在我旁边 那 记者都拿出来 我不是记者 我只是一个拍客 嗯 不过我可以拿我的名片给你 喂 汤七七 连名字都是假的 这名片有什么用 这是我的真名真姓 我叫汤七七 七七四十九都七七 你的名片被江总拿走了不太合适吧 万一江总以公司的名义找你麻烦呢 冯总你真爱说笑 我怎么会这样做呢 来换你 没事了 有空来公司找我 我请你喝茶 我给你提供一些真正有趣的素材 那先谢谢你啊 哦对了 谢谢你啊 嗯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 冯禄飞 谢谢 嗯 那我有事先回公司了 拜拜 我猜明天你还会再找她的 怎么会呢 明片都还给她了 你江总的智商 这几个字很难记吗 我为什么要为难一个小姑娘呢 弱者都是通过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 来增强自行的 还真被冯禄飞一语中底 第二天 江东就去了汤七七的公司 结果汤七七的老大被总编骂了个狗血喷头 而挨了骂的催大饼回来对着汤七七就是一顿劈头盖脸 汤七七 汤七七 你知不知道你又出状况了哦 怎么了老大 怎么了老大 要我告诉你啊 江东来公司 啊 他说你昨天晚上偷拍虚然 我是被冤枉的老大 你冤枉我冤不冤枉了 我告诉你我刚刚被总编骂到臭头你了不了 啊 江东怎么说 不把你开掉的话 我要跟我们公司打官司打到底耶 啊 赵宁你说我怎么办 告诉我 告诉我我怎么办 对不对 他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告诉你怎么办好不好 开除 你赶紧给我滚蛋 你滚蛋之后我还有事情要做哦 我要写检讨信给江东哦 我告诉你我从这辈子哦 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写过检讨信 是帮谁写 帮我同学写检讨信 因为他不会写 他求我帮他写 然后他给我钱 我有钱赚 所以我才写 现在我四十岁哦 我四十岁 我还要写检讨信 汤七七拜你属治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滚蛋 你们干干干干干干干什么 没有事情做是不是 你干什么的 你坐下坐下坐下 你见过这样的上司吗 你被开掉了 你拿这个出去干什么 招摇撞骗是不是 没有 那你不要拿 你干什么 这个阅历上面明明写的是疯猫 这是我们公司的人 你凭什么带走 凭什么 他是公司财产 这订书贞是你上次开会的时候 跟我一起去买的 我花的钱 那是谁的 谁的 谁的 你拿这个照片干嘛呢 这 上面是我 废话 我当然知道相片是你 但是相框是公司的 很简单 你把相片抽出来 留下来 隋大林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琪琪走了 我也辞职 这个女孩只因为昨天给了江东一张名片 结果第二天 江东就来找了七七的主编告状 并要起诉他们公司偷拍徐然 而七七又被老大骂了个狗血喷头 七七百般解释 但是老大根本不听 要开除七七 让她赶紧滚蛋 临走前也对她百般刁难 这时她的同事赵宁实在看不过去了 说七七走了自己也辞职 没想到崔大炳直接同意让他们两一起滚蛋 当然赵宁也是一直在暗恋汤七七 只是她根本不敢表白 两人收拾东西刚走到楼下 却收到了他们老大给他们的信封 原来崔大炳开除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她知道如果汤七七继续留在他们这个小公司上班 那么那个江东就会每天过来找麻烦 而他们公司在江东的V公司面前 连蝼蚁都算不上 所以她不得不出此下策 更何况她只是一个小小的主编 而她上面还有总编 所以在他们临走的时候特意去总编那里 帮他们二人多预支了一个月的薪水 两人都是感动万分 原来平时对着他们破口大骂的老大 还有如此关怀备置的一年 第二天两人约好一起出去找房子 另一边 叶柔把关于江东逼走七七的消息告诉了徐然 徐然则把江东叫了过来 说七七是她的朋友 江东知道情况后下的背后出了一身冷汗 赶忙向徐然道歉 随后 冯璐飞来到徐然的公司谈广告的事情 徐然和冯璐飞说自己的一个朋友丢了工作 看看她那边有没有合适的职位 冯璐飞听了后 二话没说 就说自己公司正确一个文案的职位 让她的朋友随时可以过来 她面子好大 不过这个职位一直等着她 谢谢 对了 这个周末能不能赏脸和我一块吃个饭 问题不大 想发没的 方总 三里 你放个长假吧 为什么 身为文案 虽然我经常脱稿 但是我一直很努力 这个长假 你可以去欧洲了 谢谢方总 晚上徐然找到七七 告诉她自己朋友公司缺个文案让她去 没想到七七却对广告公司一点兴趣也没有 并且她也知道 以自己的能力 没有什么工作是必须让她去做的 她也不想欠徐然太多 随后她便利用硬币的小把戏委婉拒绝了徐然的好意 而这边的叶柔在酒吧跳舞时 结果又被微笑碰到 这个美女正在酒吧偏仙而舞 看着这优美的舞姿 熟练的动作 绝对是魅力十足 然而 这次却又好巧不巧的碰到了她的老熟人 聂柔也是很郁闷 每次想出来玩一下都被微笑扫兴 而且微笑明明跟自己认识 还一定要她出示身份证 这让她不得不怀疑 微笑这样是不是另有目的 我知道了 小弟弟啊 你每次看到我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假借检查身份证之名 来搅局对吧 心里很不舒服 我有什么好不舒服 我们压根不熟 我怎么变成你身份呢 哼 要是你不认识我 怎么会对我靠在家里面一个晚上 叶柔当众说她被自己扣在家里一个晚上 但微笑似乎根本毫不在乎旁人的眼光 随后微笑还真把她带回了派出所 结果两人在派出所又是一番打劲骂呛 另一边的汤七七跟赵宁也找到了房子 价格便宜得让他们两人根本不敢相信 每个月两百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不准动家里的照片 两人当即表示同意 并马上签了租房合同 其实七七和同事租的正是叶柔原先的房子 之所以价格这么便宜 这幕后当然是徐然在背后帮忙 这边的江东昨天被徐然训了一顿之后 今天就过来找汤七七 但此时的汤七七已经被开除了 崔大饼以为江东又过来找汤七七的麻烦 他还借助员工寒沙摄影的把江东骂了一通 江东表示 这次他不是来为难他们的 只希望崔主编能告诉他汤七七在哪里就行 崔大饼当然不会出卖汤七七 只得陪江东打起了太极 你真的要知道他在哪里啊 那我告诉你啊 你刚刚在来的街上是不是有看到有人走过来走过去 走过来走过去 那些为生活奔忙的人啊 其中之一就有汤七七 到里面去找就有了啦 那他的电话呢 可以给我吗 你又跟我开玩笑了 你有能力开除别人啊 你一定可以找到他 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电话的 哎 你是个人才 另一边的徐然刚一上班 就发现自己公司的咖啡机被人换了 当他发现是逢路非后 又说了一句经典的话 希望你不要认为 我换掉你公司的咖啡机 是对你权威的挑衅 我没有那个意思 如果你介意 我可以随时搬走 我当然不介意 只是咖啡好不好喝 关键不是咖啡机 而是煮咖啡的人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牛的一部电视剧 别人都是在电视剧中植入广告 而这整部剧都是一个广告 并且一拍就是三部 甚至到现在还有许多小伙伴都在用这个品牌 言归正传 这天 虚然来到公司上班 却发现自己公司的咖啡机被人换了 当他看到逢路非后 立马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不仅没生气 还大大方方的赞美了他一番 如果你介意 我可以随时搬走 我当然不介意 只是咖啡好不好喝 关键不是咖啡机 而是煮咖啡的人 冯路非听了徐然的赞美后也是如沐春风 随后两人谈到了广告的问题 冯路非表示 他们新的广告方案已经跟叶柔商量过了 就等徐然的最后拍板了 徐然则表示自己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认为现在的广告方式太过于传统 都是利用几十秒的时间把广告反复的播放 让观众被动的接受 所以他想另辟蹊径 他认为可以把广告以直播一样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 在固定的时间段播出 有固定的观众 甚至最后可以让观众为了等待他们的广告 从而改变他们约会的时间 最后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包括广告的启发性与互动性等等 冯路非听了徐然的长篇大论后 他觉得徐然的想法很新颖和张扬 对徐然是更加的欣赏了 随后 徐然在一个俱乐部中 偶遇到了冯路非的父亲冯修文 两人也是一见如故 接着两人还一起共进了晚餐 徐然和他说了自己八年前的经历 很悲惨 两人交谈中徐然一直都是直言不讳 而冯修文作为一个前辈 更是给出了一些宝贵意见 同时对徐然的能力也是给予了极大的赞赏 最后 冯修文更是极力邀请徐然加入他们公司 但被徐然拒绝了 下午冯路非还特意带了徐然去了自己家里做客 带他参观了自己住的地方 接着两人又聊到了小时候的童年往事 看来你今天是把我带到了冯氏帝 我的软心了 你喜欢吗 此话一出 这明显是在找成龙快序了呀 瞬间两人都有一点小小的尴尬 徐然表示 他现在并不想接受冯路非父亲的邀请 一是自己或许还没有从前面一段感情走出来 二是自己还有一个对头黑暗联盟没有解决 另一边的微笑可就惨了 那天故意把叶柔带回派出所后 第二天便有人连续投诉了他七次 今天有人打了七通电话 记得投诉信给我 干嘛 心诗问罪啊 挨骂了吧 记过呢 还是写写茶呀 说说原来姐姐高兴高兴 很抱歉 我被夸奖了 嘴巴说夸奖了 其实明天就要被上司安排到某小区去调解一对老夫妻的矛盾 晚上微笑直接找到叶柔 尽管自己已经不被重用了 但十三还是要装一下的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找我 我想应该只有你会去投诉我吧 我 投诉你 是因为你总是借公务之便 干涉我的私生活 你就是看不得我跟别的男生在一起吗 请你以后不要用投诉这种无聊的方式来引起我的注意 我告诉你 我很忙 没时间拆穿你 晚安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到时候吃亏了别怪我 还不知道谁吃亏了 这个小伙因为被叶柔一天之内连续投诉七次 导致他直接被上司派遣到小区去调解感情纠纷 而且同事也是带着一样的眼光来看他 这让他心里很不爽 随后他干脆来到叶柔的公司 要叶柔去帮他的上级领导澄清一下 但没想到却被拒之门外 对不起 您不在今天的会设名单上 那就请你现在马上起身 敲开他办公室 怎么跟他说 现在有叫微笑的人找他 对不起 叶总现在不在办公室 等他回来 我会转告他 你说谎 你知道我跟叶柔什么关系吗 我劝你现在最好马上把电话转进去 然后自己问问他 请稍等一下 喂 叶总 有一个叫微笑的人找你 好的 叶总不认识你 您可能是打错电话了 再见 微笑见叶柔存心躲避自己 他干脆给徐安打了声招呼 然后就光明正大的进去了 随后 当他第十次被轰出来后 终于见到了叶柔 而叶柔得知他已经找了时间办公室后 顿时气得无话可说 连忙把他拉到了厕所 叶柔表示 微笑这么一闹 他这个公关总监的脸都快要被他丢进了 微笑则是耍起了无赖 他说如果叶柔不跟他回去把事情解释清楚 他准备再把事情闹大一点 你给我回来 我要你去跟我们领导讲清楚那天晚上的情况 你知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 严重 你知道吗 你刚才有多严重 不知道 这位弟弟 我为什么要见你啊 你长得帅吗 我告诉你 我叶柔见过的帅哥可多了 把这位的帅哥加起来 也可以组建一个V公司 如果你要参加的话 请排号 而且不带插队的 好了 没时间跟你先聊 工作很忙 你 我已经是大业青年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到时候吃亏了别怪我 还不知道谁吃亏了 正当两人暧昧不清的时候 结果公司的员工在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了他们拥抱的这一幕 叶柔这下是彻底要名誉扫地了 果不其然 消息很快在公司里传开 都说他在外面包养了个小白脸 随后 随后 徐然也把叶柔叫了过来 徐然对叶柔说他最近的精神状态特别饱满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叶柔则是矢口否认 徐然早就看出最近叶柔跟微笑两人不正常 如果他们真能走到一起 那也是好事一桩 另一边的汤七七跟赵宁两人安定下来后 就每天出去找工作 但是职场竞争太大 两人别说找工作了 有时就连座位都抢不到 这天 赵宁得知汤七七准备回老家找工作 这让他直接有点手足无从 怎么这么借啊 没听你提起过 是不是钱不够用 我可以借给你啊 不是钱的事 我要是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还不是跟风猫一样 这又合逼呢 那些工作上哪都能找 我在老家找着 无非就是钱少一点 可是那儿啊 消费还低呢 你只是打退浪股吧 不是 主要是在这儿我病不开心 所以我要回去找网坏 赵宁建七七趣意已定 他决定把自己积压在心里四十年的秘密说出来 我想做你男朋友 你看 你是马上就要走了 本来还想跟你多相处一下 这么突然 害得我都不知道该跟你怎么开口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哎 好尴尬哦 对不起张宁 其实 你挺好的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好女孩 我怎么听着这段话那么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过 这个男人奔袭两千多公里 只是为了装一次不经意的偶遇 阿姨好 七七 嗯 徐然 你怎么在这儿 我家就住这儿 哦 你回来休假 七七看到徐然后也是大吃一惊 原来 昨天赵宁找到徐然 她认为是徐然逼走了汤七七 本来答应了好好的已经帮她找到工作 却因为汤七七一个硬币游戏就泡汤了 这跟小孩过家家有什么区别 她认为徐然就是在耍他们 此时 地旁的冯露飞看不下去了 连忙出来帮徐然澄清 这件事情我告诉你 那个工作机会是我提供了她的 可是我们公司的文案都已经度假回来了 她还没能入职 所以那个职位我没有保留 就是我名片 如果你那个朋友愿意的话 她随时可以来面试 这样可以吧 我跟徐总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商业了 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哦 对不起 随后 徐然问汤七七去了哪里 赵宁则告诉她 因为汤七七在这里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已经回老家了 并且还挖苦徐然 每次她喝醉酒的时候汤七七都会照顾她 而汤七七遇到困难 她却无动于衷 此时 刚好叶柔过来给徐然送文件 赵宁见她的房东过来 赶忙打招呼 可叶柔根本不鸟她 直到现在 赵宁才知道徐然是她仰望的存在 你是她的下属 要不是因为徐然 你觉得天然真的会掉下来一个豪宅 又就是两百块 晚上 徐然来到赵宁住的地方 她认为汤七七是因为自己才丢了工作 心里觉得很内疚 所以她问赵宁要了汤七七家的地址 第二天 冯修文打电话找到徐然 目的当然还是要徐然加入他们公司 电话中冯修文上位者的语气显露无遗 大有一副我得不到宁可毁彪的意思 徐然则是从容不迫的回答 还需要考虑一下 下午 冯露飞来到徐然公司问她有没有做好决定 徐然也给了她最终答案 那就是她决定不会去冯氏集团工作 冯露飞则是失望地离开了 随后 徐然便以出差为由来到汤七七的家乡 她的突然到访让汤七七很吃惊 随后七七将她带到了小时候常去的地方 两人在那里推心致富地聊了一番 徐然想劝她继续回大城市工作 七七则表示 她在大城市入不敷出 基本上每个月都是月光族 徐然建议她利用买衣服的钱来充电学习 然后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有了更好的工作 薪水自然也会更高 然后再慢慢地改变自己的生活 你 飞两千多公里过来 除了出差之外 就是特地来数了我的 这样你才可以在大城市吃到花叶菜啊 随后 两人在街上又遇到了七七的父亲 七七父亲见到徐然后对她也是非常满意 还以为是七七带回来的男朋友 七七啊 有出息啊 第一次给我们看着带回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不要 我带你去 不不不 七七 明天见面 那回去吃饭 回去吃饭 随后 两人便带了徐然回家里吃了顿饭 饭后 徐然却接到了叶柔的电话 叶柔说明天有一场记者会必须要徐然亲自回去主持 最好11点之前赶到 徐然表示没问题 而汤七七的老爸知道明天徐然要赶飞机后 他便提出要亲自开车送徐然去机场 徐然表示自己可以打地过去 但七七老爸执意要送 最后徐然也只能无奈同意 第二天 当徐然从酒店出来 却看到七七老爸真的来接她了 不过只是接她的车子有点大 徐然 我说话算说吧 说接你就接你 等着吧 等他们上路后 虚然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走得去机场的路 他对七七父亲说自己等下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议 必须11点之前回公司 七七父亲则说他们走的是小路 不仅比大路要快 还能省20块钱过路费 并告诉他半个小时后他们就可以到达机场了 要他把心放肚子里 但是很快 他们就上演了一回车在囧途 前面怎么那么多车 回来 上去看看 这个小伙不远千里来看望女孩 没想到来的时候好好的 却回不去了 七七的老爸为了省下20块钱的过路费 直接带着徐然走在了相间的小路上 结果却遇上了堵车 原因是前面因为桥梁施工 已经造成十几辆车堵在前面了 而徐然他们的车刚停下来 后面的车又把他们的退路也堵住了 此时 徐然是心急如粉 因为今天的会议对他十分重要 如果在这里堵上几个小时 那么飞机是铁并赶不上了 徐然提出原路返回 但七七的老爸回头一看 发现后面也已经堵了不少车了 再说这么大的车也无法掉头 这小子 排着队神不如飞 哎 你怎么说话呢 就因为徐然的这一句话 让汤七七父亲很生气 结果两人当场争执起来 徐然埋怨不应该为了 省二十块钱过路费而走小道 因为现在全公司上下都在等他回去 而七七的父亲则说 徐然看不起他们 最后连汤七七也说 徐然不该跟他父亲起争执 毕竟他们来送徐然也是一番好心 更不知道前面会堵车 徐然则不想再跟他们做无意义的争执 拉着自己那十分沉重的行李箱 独自离开了 紧接着叶柔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他跟叶柔说自己不能赶回去开会了 今天的招待会就让叶柔主持 这边的江东看到叶柔打电话 就知道徐然今天回不来了 赶忙向徐然的秘书打听情况 他要抓住一切机会扳倒徐然 因为就在前几天 徐然的老对头熊佳姐找到江东 他给江东许下众目 只要江东能帮助他们搞快徐然 他不仅能够加入他们黑暗联盟组织 还能让他马上接替徐然的位置 最后 江东在李玉勋心下还是同意了熊佳姐的要求 选择帮他们对付徐然 如果这次徐然的记者招待会搞砸了 那么他一定要借这次机会在李总面前好好告上他一桩 但他却不知 徐然早就未雨绸缪 已经跟叶柔安排好了一切 随后在记者会上 叶柔直接请出了以前在网上攻击过徐然的辣椒书 辣椒书则是将一切发布虚假信息的根源告诉了大家 并且还当众解释以前是他误会虚然了 记者会确定要开吗 确定 你搜集的资料已经足够充分 是时候反击了 而且我这次准备请辣椒书来主持记者会 辣椒书 他的网络公信力 就是我们对无耻谣言最好的回应 好的马上安排 等一下 你先不要对我来说 我会请老教书 徐然这边 因为乔今天已经修不好了 汤七七他们只得在附近的宾馆住下 刚好他们来开房间的时候还剩三间房 本来汤七七的老爸只准备开两间 他跟赵宁两人睡一间 汤七七一个人睡一间 但随后他看到徐然也来到了这家宾馆 这让他立马改变了主意 他连忙把最后一间也开了 他就是要让徐然开不到房 果然 徐然来到前台一问 前台则要他跟汤七七他老爸商量 无奈的徐然只得过来打招呼 汤七七的老爸表示 看在他女儿的面子上可以给他一间房 不过要答应他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陪我喝酒 你要把我灌倒了 我就给你一间 行 都说没有什么问题 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 两人喝着喝着 汤七七的老爹直接还跟徐然称兄道弟了 兄弟 不是兄弟不是 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能在一起喝酒吗 一顿酒下来 大家之前的误会也都烟消云散 最后 徐然还借着酒精吓唬了一下七七 你干什么 我警告你啊 徐然 我有本事让我爸睡着 我也绝对有本事让他醒过来 你小心点 哎 慢点 这个老板为了挖走这个商业奇才 居然承诺把整个公司一半的资产都给他 这样吧 我把我公司的资产一半给你 用你全权控股子 而徐然面对冯修文给出的条件还是不为所动 因为他敬重他的上司李志辉 不会轻易选择跳槽 几天之后 李志辉开会告诉大家 他们洗发水产品的升级秘方 总公司已经研制出来 他将会送到世界各地 而第一站便是中国 李志辉更是把这次的任务看成重中之重 他决定由徐然全权负责 随后 江东将这个情况告诉了熊佳杰 熊佳杰得命令江东不管他用什么办法 都要把运送秘方的时间路线搞清楚 随后江东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找到徐然 他提出由他来举办一场隆重的园夜交接仪式 就是说 园夜秘方从机场到记者会场 由媒体全程转播 一路跟拍 当然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弄到秘方的行程 以便他通知熊佳杰 徐然听了江东的计划后 却直接拒绝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 首先 园夜配方 是我们公司最高的机密 我们这样大张旗鼓 风险太大 更重要的是 你的这场作秀 对于青阳品牌的推广 没有实际的意义 江东听了徐然的理由后 表示并不服气 随后 他便找到了李志辉 他把计划跟李志辉说了后 没想到不仅没得到李志辉的支持 还把他训斥了一顿 难道你觉得 我会越级同意他否定了的案子吗 身为领导 这话让人听着真舒服 随后 被训了一顿的江东出来后 他看到叶柔的秘书 把一份文件交给了徐然的秘书简单 顿时他灵机一动 他来到简单旁边 从口袋里拿出一条项链送给了他 并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意 简单是真的简单 被江东一番花言巧语后 感动得差点热泪盈眶 随后 他便把一切都告诉了江东 他告诉江东 李志辉跟徐然为了这次的新品发布会 刻意请了两位重量级的教授过来 为新的原业秘方做详解 明天由叶柔他们公关部去机场接回来 并且配了最好的专车跟司机 第二天 叶柔就接到了秘书的电话 说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出车祸了 人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今天肯定来不了了 最后 只得由叶柔跟徐然出面原场 但效果却不是很理想 随后 李志辉找到徐然 这次记者会的披露让李志辉大发雷霆 几乎要解雇叶柔 而徐然又一次为下属硬扛下了所有责任 随后 李志辉再次找他们几个高层开会 他表示 必须要拿出一个方案来解决现在的局面 江东则趁此机会再次跳出来提出他的大型交接仪式主张 他提出只有这样的高调活动 才能够转移公众对此次记者会嘉宾跳票的注意力 虽然徐然依然极力反对 但无奈不明真相的李志辉和叶柔这次都站在了江东身边 徐然只好同意该计划 并将路线图给到了叶柔 但这只是他的障眼法 而他的障眼法却被他的老对手熊家杰识破 熊家杰告诉江东 叶柔手上的路线图一定是假的 要他另想办法 晚上无奈的江东只得再次把简单约了出来 这次除了一些花言巧语外 最后更是连嘴都用上了 而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简单也给了江东需要的路线图 你什么时候拍的 我昨天和徐然去保安公司的时候 是他不注意拍下来的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也是徐然的运筹帷幄 简单拍下的这张照片 也是徐然故意让他拍到的 这个戴着墨镜又酷似胡歌的人叫徐然 是一位商界才子 接下来他将要一个人完成一件伟大的任务 由于此次任务太过重要 所以徐然选择亲自过来跟总公司的人交接原业配方 当他跟总部的人交接完毕后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他立马就上车离开 当车子拐过弯后 他马上又换了一辆一模一样的车 而刚刚那辆车则是被记者一路跟随去发布会场 此时早就在机场外等候的各大记者 看到车子过来赶紧都开车跟随 而后面的徐然则换了一个方向离开 另一边的叶柔也是担心不已 等车子到达后 会场的记者也都纷纷架起了长枪短炮 而当叶柔过来打开车门时 却愣住了 因为里面什么都没有 不过以他这么多年跟随徐然的经验 他立刻就知道是徐然在暗度陈仓 这边江东看到车子里没人后 也是微微一笑 果然不出他所料 他昨晚在简单那里拿到路线图后 就通知了熊家姐 第一辆车是徐然安排的幌子 第二辆车才是他们需要拦截的目标 等第二辆车到达他们等待的地点后 他们立马展开了围追堵截 最后 车子还是被他们成功的拦了下来 但当他们打开车门一看 里面同样是什么也没有 气得熊家姐大骂江东蠢猪 你给我的那个路线图是假的 徐然跟那些元业根本就不在第二辆车里 怎么会呢 聂柔这边也快顶不住了 他只能打电话问徐然在哪里 喂 徐总 你在哪儿啊 元业呢 现在没时间跟你见识 十分钟以后见 好 而这边的徐然 已经悠闲地驾驶着一辆小车来到了地下车库 他知道这么重要的东西 黑暗联盟那边一定会不择手段 所以他故意让简单拍下一张照片 如果简单出卖它 那刚好可以拿来迷惑黑暗联盟 如果简单没有出卖它 那它则是更安全 所以当车子开到一处隐秘的地方后 他又换了一辆车 直到回到了地下车库 徐总 叶总让我来接你 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跟公关总监居然一起辞职 徐安见到叶柔也辞职了后 大胆意外 他劝慰叶柔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叶柔则表示 他看不惯新上任的总经理 原来 徐安昨天在经过与黑暗联盟的一番斗智斗勇后 最终总算顺利到达公司的地下车库 本以为万无一失的他结果还是百密一书 在叶柔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却被江东听见 结果被江东和合纵联盟找来的几个甲保安 从后面突然出手将他打晕 夺走了运送原液的箱子跟秘密配方 由于清阳原液的失踪 导致被公司中国分部陷入到最大危机 李志辉虽然相信不是徐安泄密 但迫于外界的压力实在太大 也只能先保留徐安的总经理职位 但徐安却要先停职 直到把事情调查清楚为止 然而第二天 总部就来人了 总部对这次秘方背道事件 认为徐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总部高层决定下个月将徐安调回法国总部 并且由江东接替徐安现在的工作 徐安则说整个事情都是江东一手策划的 并且他还可以把秘书简单叫过来作证 原来 昨天下午徐安就找到了简单 徐安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 他已经跟江东同流合污 随后他把这件事的利弊关系告诉了简单 他希望简单能够站出来指认江东 并保证对他既往不久 而简单自知心里有愧 也表示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边李总听说简单可以当面对之后 立马就把他叫了过来 别怕了 我答应过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认识 正当简单准备坦白一切的时候 江东却亮亮呛呛地跑了回来 并且还把丢失的原液配方带了回来 徐安则说他是在自导自演 并让简单把事情说出来 没想到简单见到江东后立马改变了主意 徐总 你不要逼我了 李总 是徐总一直逼我说 秘方被盗的事情 和江总监有关系 我和江总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只是一个小秘书 我只想好好上班 好了够了 简单的这些话说出来 这让李总直接相信了江东 徐安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真相吗 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没什么要说的 我自制 而这边的叶柔看到李总的态度后 也是失望至极 随即他就回到了办公室收拾了东西 最后留下一封辞职信就走了 徐安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叶柔表示 先得自己放一个长假 然后可能会去逢路飞的公司上班 而徐安在离开卫公司后 一口气拒绝了三家过来请他的猎头公司 因为他决定反击熊家姐 早在几个月前 他就让好友微笑装成阔绍接近熊家姐 当然微笑作为一个小警察 是没有那个经济实力的 一切都是徐安在背后支持 你就是要给我拼命使劲的花钱 熊家姐才会相信你 明白吗 这天 微笑带着熊家姐来到狼雅俱乐部 看着身打扮着实相的阔哨 我姓安 我订的房间呢 爱上您好 您的VIP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谢谢 爱上 你认识 居然吗 熊人一个 我们走 等等 我上次跟您说的那个项目 利润空间真的非常大 我找人核算了一下 至少有两个一 我不要再听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微笑表示 现在徐安已经不是什么总经理 根本没有资格跟他合作 而一旁的熊家姐为了挖苦徐安 则表示要请徐安一起吃饭 熊小姐 你不知道 她呀 就算给我熊家姐个面子 啊 既然你都这么说 就给你个面子 而当他们在等电梯的时候 却碰到了汤七七 居然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注意看 这个男人从手上取下一块几十的W的手表 人到了河里 接着就是宝马的车钥匙 还说这些东西只是身外之物 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看着旁边的女孩目瞪口呆 接着 他又把鞋子也脱了下来丢了出去 这还不算 紧接着他直接把身上的外套也一并丢了出去 最后 连身上那件羊毛山也难逃信念 让我在现场都看得瞠目结舌 丢掉东西的男人是如释重负 只是不知道在这北京的大冬天 只穿一件短袖是什么感觉 原来 虚然为了能反击熊家姐 自己把全部家当都给了好兄弟微笑 让他假扮富二代去跟熊家姐谈合作 没想到几人在等电梯的时候 却碰到了汤七七 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早出了跟你分手 别在这给我丢人见语 虚然把汤七七拉走后 此时的熊家姐也起了疑心 他觉得虚然与汤七七的关系不一般 微笑赶忙帮他圆了过去 说虚然应该是个多情种子 在哪里都能碰到前女友 而这边的虚然 因为事情紧急 根本来不及跟汤七七解释 只是让他赶紧回家 什么都不要问 熊家姐作为合纵联盟的大姐大自然 不是那么好忽悠 第二天他就找到了汤七七 一番花言巧语下来 就把汤七七哄得笑住眼开 接着汤七七就如竹筒到豆子一般 把什么都告诉了熊家姐 就像你那天看到的那个微笑警官啊 他们俩是在一起很多年的好兄弟 我可从来都没有见到过 虚然嫌弃过他 什么 熊家姐听了汤七七的消息后 没有露出丝毫一样 临走之时还送了一颗钻石给汤七七 要他转交给徐然 随后 他就马上打电话给合纵联盟总部 他决定这次要让徐然倾家荡产 第二天 微笑过来找熊家姐签约 却连人影都没见到一个 电话也打不通 而这边徐然这段时间精心布局的矿业股票 也是成断崖式下跌 他所有的资金都被套在了股市 随后 微笑找到徐然商量 两人根本找不到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而当他回到酒店的时候 却碰到了汤七七 汤七七把熊家节让他转交给徐然的那颗钻石带了过来 徐然看到钻石后 一切都明白了 他也没有责怪汤七七 只是带着他去把那颗钻石当了二十万 并给了汤七七 因为汤七七前段时间跟徐然提起 他想注册一个梦工厂的公司 现在的二十万对徐然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还不如帮他去实现他的愿望 这些钱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但是足够帮你实现你的愿望 我不仅要投资 而且我要成为孟工厂的第一个客户 不好吧 不行吗 晚上 徐然带着汤七七来到了河边 把他认为全都没用的身外之物都丢进了鸭绿江 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把烦恼一并带走 他决定从头再来 第二天 他光着脚就来到了冯露飞的公司 我要一个衣 这个小伙大东天光着脚穿着短袖在大街上走着 直接引来众人异样的目光 而他却是质弱网闻 他直接来到一家广告公司 公司前台看他这个样子 直接把他当成了神经病 连忙喊保安 哎 不好意思 保安 保安 先生 对不起 这儿不着急 先生 先生 无论保安怎么阻拦 小伙也没把他当回事 他直接来到了冯露飞的办公室 冯露飞看到他这个样子还以为他被打劫了 你被打劫了 我是解套的 所以 徐然表示 他这次过来是准备加入冯露飞的公司过来给他打工的 但他需要一个亿作为资本来对付熊家节 我要一个亿 冯露飞也没拒绝 但他表示现在拿不出那么多 徐然则说他可以帮冯露飞赚到这笔钱 就是拿下咪公司的案子 两人一拍即合 随后 冯露飞递给徐然一张卡 就算这个月的工资 因为他看着徐然这身行头心里实在有些别扭 我的员工首先要有一双鞋 而这边的江东知道徐然去了冯露飞的公司后 对他们公司设计的广告方案更是百般刁难 他告诉冯露飞 B公司决定对下一季的广告方案与别的公司一起进行比稿 而徐然作为一位商业奇才 自然能未雨绸缪 帮冯露飞排忧解难 他早在昨晚就把方案解决了 当他把新方案放到桌子上的时候 冯露飞对徐然更是另眼相看 爱慕之心无以言表 随后 他们来到B公司找到了江东 徐然提出了一个标新利益的广告方案 虽然还表示 一个真正深入人心的品牌 是建立在美预度更好感度的基础上的 而一部电视剧的费用 跟一个电视广告比起来却微不足道 电视剧如果成功了 他的口碑跟效应要远远超过广告 徐然的这个创意让江东根本无法拒绝 随后 他提议想跟徐然单独聊一下 等其他人走后 江东却要挟徐然 他们的广告合约可以给徐然的公司 但江东要求他不许使用这个新方案 因为这个方案他要自己一个人干 徐然也是无奈 心想是不是等他的电视剧出来后 去抖音实名举报他 限制他的流量 另一边的汤七七在拿到徐然的投资后 回去又把开公司创业的想法跟赵宁也说了 赵宁作为一个忠实的备胎 哪能不给予支持 他当即就把自己的卡交给了汤七七 下午汤七七去工商局注册的时候 又碰到了他以前的顶头上司 崔大饼知道汤七七想要自己创业后 当即就给他画了一张笔 哎 七七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么合是不是 我现在这边也有一笔钱 你那边也有一笔钱 那我们是不是就合在一起 开一笔公司 我相信啊 在我的带领之下 我一定可以带你们开创一个新的天地 真的吗 七七对崔大饼的加入也是非常高兴 随即他就把赵宁跟徐然也叫了过来 因为徐然是第一大股东 所以他必须要把徐然介绍给崔大饼认识 而当崔大饼知道徐然一个人投了20万后 顿时吓得大惊失色 不过为了面子 他也只能把他口才的优势发挥出来 继续给大家画饼 这个男人开着豪车过来接美女 没想到美女却对他视若无睹 转身打了一辆低势就离开了 害得男人只能在后面苦苦追随 美女也不惯着 他跟司机说如果你能甩掉他 立马给他一摆 没想到这开车的师傅还是个正义之事 不仅不为钱所动 还好言相劝 别看现在是他追你 过不了几年 就追他了 别吧 你给我闭嘴 我再给你一摆 此话一出 师傅直接来了个180度的转弯 留下一股沉烟潇洒离去 又留下微笑一个人在那里微笑 其实以微笑这么高傲的个性 是不可能这么穷追猛打的 只因为前几天他跟徐然见面的时候 刚好碰到叶柔 结果几人一番聊天过后 叶柔临走之时错拿了微笑的包 这包里面正是微笑冒充阔哨 跟熊家节交易的合同 可谓是非常重要 当微笑准备拿出合同给徐然看的时候 却拿出了一只口红 这个颜色挺适合你 而这边的叶柔回去看到合同后 也是大吃一惊 微笑明明是个小警察 手里却拿着一份价值不菲的房屋转让合同 还没等他多想就接到了微笑的电话 随后两人约定在会所见面 见面后 叶柔要微笑说清楚他们到底在干嘛 但微笑根本就不肯说 结果最后两人谁也没有得到对方想要的 叶柔直接拿着包就走了 微笑也是无奈 只得厚着脸皮一次次的约叶柔见面 结果两人一个要包 一个送包 一来二去就送到了叶柔的家里 最后 微笑通过一段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把叶柔感动 成功拿到了包 另一边的徐然 因为与熊家结的博弈失败 暂时住到了叶柔的另一栋房子 我住在这儿 算了算进入层标了 算 好啊 那以后入屋调查就方便多了 这天叶柔捏手捏脚的回到家 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 看到屋里没人后 长舒了一口气 我看男生就不收拾屋子啊 乱七八糟 哎 男生就脏乱长 叶柔整理了一下东西刚准备坐下 就发现有点不对劲 随即她往下面一摸 没想到却摸到了不该摸的东西 微笑怕你们多想 连忙从另一边弹了起来 这下可把叶柔吓得不轻 微笑表示 自己没事就喜欢来徐然这茶茶房 你来又是为什么 叶柔则是说她来送文件 再说这是我家 我什么时候想来就来 包括你站的地方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你碰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微笑见她这么说 干脆穿着鞋子就上了沙发 叶柔见状气得是咬牙切齿 赶忙就上来脱鞋 结果两人你争我夺之下 就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我知道了 你根本不是来送文件的 你也不是要去相亲 虽然也是你支开的 所以 你是冲着我来的 你都猜对 但是 我们俩现在先上当了 那么这到底是谁上当了 评论区有没有明白人 这个男人正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突然他就走不动了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背影 一个跟自己前女友一模一样的背影 这怎么可能 自己的女友明明是在自己的怀里过世的 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城市 他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叫住了他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然而 男人刚缓过神 却又看到了前女友的身影 这次没错了 绝对是他 他赶紧跟随着那个身影 进入了一个地下通道 当他到达地下通道的时候 通道的两侧挂满了大屏 大屏上播放着 他与前女友舒瑶的甜蜜视频 对于徐然来说 屏幕上的每一个片段 都是他这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他似乎也慢慢陷入到了回忆当中 徐然 觉得徐然已经蒙了 而我更蒙了 明明第一集的时候看到他的女友是在他怀里去世 现在怎么又活过来了 害得我赶紧又重新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 原来他的前女友根本没有死 当初和纵联盟邀请徐然加盟 徐然不同意 他们就派舒瑶去和徐然假装谈恋爱 趁机窃取徐然在美国新公司的核心技术 然后伪造舒瑶得了癌症 舒瑶让徐然一定要在他死之后陪他上天堂 等他死了之后 徐然本来想自杀的 突然看到一只猫 就想起他和他女朋友养的一只叫公爵的猫还关在家里 想把他放出来 回家的时候他碰到房东 房东说他女朋友刚才收拾了行李就走了 等他回到公司之后 他的合伙人马凯告诉他 公司的核心技术被另一家公司抢先发布了 徐然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而现在他的女友舒瑶还跟以前骗他一样 活蹦乱跳的在骗着别人 此时熊佳杰突然出现 还把舒瑶给他的留言视频给了徐然观看 看了视频的徐然是气愤不已 万念俱灰心如刀脚 熊佳杰则告诉徐然 他不可能斗得过他们合纵联盟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 临走之时 他还告诉徐然一句话 我特地问一下舒瑶 跟他这么有魅力的人在一起 到底有没有活性 就是这句话 彻底刺激到了徐然 他瘫坐在地上 悲痛欲绝 肝肠寸断 回到家的徐然也仿佛变了一个人 意志消沉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不论谁来劝慰安抚都无济于事 两天之后 微笑过来看望徐然 但他敲了半天的门也敲不开 此时 碰巧夜柔也赶了过来 两人一见面就是打情骂俏 说着说着就情不自禁 正当两人意犹未尽之时 徐然终于开门了 注意看 这对小情侣正在练习人工呼吸 却突然出现两个360瓦的电灯泡 吓得两张小嘴赶紧分开 而看到这一幕的徐然 气得直接把门关上了 明知道自己昨天因为感情痛不欲生 这两个家伙今天却来自己家秀恩爱 冯璐飞看着两人也是无语 赶忙叫夜柔把门打开 而这边受到强烈刺激的徐然还是一直消沉 B就是一副烂泥浮不上墙的状态 微笑见状立马就想上前开导 但被夜柔拉住了 现在有一个比你还在乎他的人在这 你就不用在这碍眼了 冯璐飞见到徐然这副样子 也是恨铁不成钢 你不是要喝吗 我陪你喝 他直接过来拿起酒瓶就吹了起来 冯璐飞表示 之前你徐然身无分文来找我 你一句话说要跟我合作 去拿美公司那一一的合约 我就毫不犹豫的把一切都压了上去 而如今 你却因为一段过去了八年的感情 却如此一蹶不振 你这个样子让我觉得自己看错了人 说完 冯璐飞便把剩下的酒撒向了徐然 最后在他临走之时 还留下了一句治理名言 我告诉你 这边微笑跟叶柔刚想继续 刚才的意犹未尽之时 却又碰到了刚出来的冯璐飞 这让两人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冯璐飞也不惯着 他决定跟汤七七来给他们两开一次批斗混 今天必须要做起来好好谈一谈 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这样的地步 谈恋爱是可以的 甜蜜也是可以的 但是踩着失恋人的尸体谈恋爱是不行的 把甜蜜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也是不可以的 徐然已经成这样 你作为他的同事 你作为他长久以来的好朋友 可不可以收敛一点 可不可以至少在他的面前收敛一点 你们是排演好的吗 严肃一点 现在是在给你们开批斗会呢 好 我代表个人保证 同时也代表微笑 向组织保证 另一边的徐然 经过昨天冯璐飞的一番开导后 也终于振作了起来 跑起不来也是剑步如飞 同时他也决定要再次反击熊家姐 这天 七七他们来看望徐然 可家里空无一人 微笑却突然发现家里的一瓶百忧姐不见了 徐然把整瓶百忧姐都拿走了 要是整瓶吃掉 肯定没面 那怎么办啊 赶快去找 正当大家都在着急忙慌的找着徐然的时候 这边的徐然已经把熊家节约了出来 并当着他的面吞下了那些百忧姐 这个男人为了博取眼前这个女人的信任 竟然当着他的面吃下来一百颗百忧姐 一百颗百忧姐 如果我全部吃下去 你就可以像催眠师一样问我任何问题 几分钟之后 徐然开始眼神迷离 意识也模糊不清 而熊家节则是趁机问了几个问题 徐然都是滴水不漏地回答了出来 包括微笑扮演的安绍是警察也说了出来 那安绍是谁啊 警察 不责 此时的熊家节开始有点相信徐然 随后他便开始问徐然重要的问题 而徐然也是装作全部如实相告 他告诉熊家节 他不仅在国外有一个111集团公司 同时他还有一个军师 他可以利用军师的关系 吸引国内众多财团来设一个局 而熊家节根本没有怀疑 因为昨天他的手下告诉他 徐然昨天去见过冯修文 所以他调定徐然的军师就是冯修文 随即他也不管徐然的死活 转身就走 而这边的徐然等熊家节刚走就倒在了地上 口吐白沫 幸亏汤七七他们及时赶到 赶忙把他送进了医院 医生马上给他进行了洗胃手术 最后 幸亏送来及时 经过抢救的徐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几天之后 熊家节找到徐然 他威逼徐然出售全部111集团的股权 我要你手上持有的全部股票的集权 徐然则是装作不可能答应他 最后 在熊家节的威逼利诱之下 徐然只能装作无奈答应 第二天 徐然就接到了马凯的电话 他告诉徐然 熊家节开始大量吃进111集团的股票和看涨期权 这下徐然也彻底放心了 经过几个月的布局 终于让熊家节上钩了 原来 早在几个月前 他就让以前的合伙人马凯帮自己在国外注册了一个公司 为的就是今天能让合纵联盟买下这个公司的股票 借此来报复熊家节 下午 虽然主动找到熊家节跟他摊牌 他告诉熊家节 111集团其实是一家空壳上市公司 所谓的军事根本是子虚乌有 而他那天去见冯修文只是针对一个慈善计划 你的意思是说 红乡文不是你的军事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 你猜 如果我现在就从111集团撤资 你替合纵联盟大量买进的那些股票会怎么样 还有看奖集权 我可早提醒过你 我被不是小数 你做了那么愚蠢的投资 合纵联盟不会放过你吧 那你那一次去把悠解 你是假的 如果我不把命打伤 怎么让你相信我 此时的熊家节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认为自己一直把徐然算计的死死的 到头来反而是徐然算计了他 第二天 徐然再次找到熊家节 他要求熊家节跟他一起对付合纵联盟 并承诺 等他整垮了合纵联盟后 会让熊家节后半生衣食无忧 熊家节也知道 现在只要徐然一生命下 他手中的股票一夜间将化为乌有 而合纵联盟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最后熊家节为了自保 也只能倒戈答应与徐然合作 而此时 徐然却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当他赶到医院时 医生告诉他 他母亲因为突发性心肺功能衰竭突然去世 只留下一个木箱 而正是这个木箱 让徐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他还有一个那么大的后台 这个男人来医院看望自己的母亲 却发现他母亲却不见了 原来 昨天徐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说他母亲突然病情加重 他赶忙跑到冯禄飞的办公室 跟他请了假 随后 他来到医院 医生告诉他 他母亲可能已经时日无多 徐然则是告诉医生 会不惜一切来治疗他的母亲 随后 他就给冯禄飞打去了电话 想跟他借点钱 冯禄飞当然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没想到第二天徐然来看望母亲的时候 护士却告诉他 他的母亲已经被转到了贵宾病房 随即徐然找到病房 却见到了冯禄飞 他没想到冯禄飞会在百忙之中 来照顾他的母亲 对我来说 有一些事情比工作更重要 你明白的 徐然一番感谢过后 来到他母亲身边 他母亲问了冯禄飞的来历 并表示自己很喜欢他 徐然则告诉母亲 他的爸爸是MGM集团的老总叫冯修文 而徐然母亲得知冯禄飞是冯修文的女儿后 却是一脸的无奈与惋惜 几天之后 徐然在与熊佳节谈判的时候 却突然传来了他母亲离世的消息 等他赶到医院后 医生告诉他 他母亲给他留下了一只箱子 悲痛不已的徐然抱着母亲留下的箱子 在街头游荡了一整夜 他后悔自己为了对付熊佳节 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 第二天他在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 却发现了母亲留下的一封信 徐然 我在这里写下一个秘密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了 二十八年前 我遇上了一个风怒翩翩的少年 我们很快就相爱了 但好景不长 他为了继承家族遗产 不得不远赴香港 而那个时候 我又刚刚怀上了你 我在老家一直等他 可他始终没有来 后来我才知道 他接受了家族联姻 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并有了很好的事 那个当年的少年 也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他的名字叫冯凯 现在他叫冯修文 我本来不想把这个秘密告诉 只想把他永远藏在心里 一起待进坟墓的 可是那一天 当我看到那个姑娘 你告诉我 她是冯修文的女儿 我犹豫了 那个姑娘喜欢你 可是你们却不能在一起 虚然 我知道你接下来 要面对很多本来 你可以不必面对的压力 却原谅我的残忍 随后 虚然便找到了冯璐飞 她告诉冯璐飞自己是她的哥哥 冯璐飞却根本不相信 你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说什么呢 这个男人刚下车 就碰到他的老板 竟然被他的竞争对手搂在了怀里 跟我走 你凭什么带他走 你凭什么这么问我 我不会跟你走 今天晚上他说 你休想带他走 把你的脏手从他身上拿出来 怎么样 就让你很不爽吗 我只是让你很不爽啊 你能怎么样呢 你能怎么样呢 啊 啊 许然你别打了许然 许然你别打了 你别打我可以做完游行吗 上车 你答应我 答应我不打了 答应我上车 原来 昨天许然在他母亲留下的信中 知道了他跟冯露飞的关系后 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冯露飞 你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没想到冯露飞根本就不相信 他只当这是许然拒绝他的理由 许然 就算你不喜欢我 也没必要编这些故事来骗我 最后 无奈的许然只得把母亲留给他的信给冯露飞看 并说出了他父亲以前叫冯凯的事实 可冯露飞根本无法接受许然是他哥哥的事实 等许然离开后 他在座位上捡到了许然的一根头发 接着他回到家又从保姆那里 要了他老爸的一件外套 第二天 他就拿着许然和冯修文的发丝 到医院检验DNA 而检验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点 许然跟冯修文的匹配度高达88% 最后冯露飞也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这个事实 回到家的冯露飞跟他父亲坦白了这件事 结果两人大吵一架 而在争吵中 冯修文又爆出一个秘密 他告诉冯露飞他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当年冯修文为了家族利益 他并不得已娶了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 所以迫不得已收养了一个孩子 我也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是你的亲生父母是谁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娶了你母亲他没有生育 我们只好去领养了一个女 而这个女 就是你 知道真相的冯露飞几乎疯狂 他抱怨父亲的一生充满谎言 随后他便摔门而出 绝望的冯露飞趴在桥边 准备结束这戏剧性的人生 幸好被路过的汤七七看见 及时阻止了这场悲剧 等汤七七离开后 冯露飞却接到了江东打来的电话 他从冯露飞的声音里听出他状态不对 随后江东便约冯露飞去酒吧买醉 在两人离开之际 却恰好碰见了在酒吧的微笑跟叶容 两人赶紧通知徐然 随后徐然拦下了江东的车 他把江东教训了一顿后 就把冯露飞带回了家 回家后的徐然和七七细心地照顾着冯露飞 冯露飞告诉徐然 他并不是冯修文的亲身骨肉 之所以跟江东见面也是有种报复的心态 不过现在也好 只要他跟徐然没有血缘关系就行 以后就还有在一起的机会 徐然听了冯露飞的话很是愧疚 但他却不得不告诉冯露飞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他一把搂住冯露飞说出了实情 我想告诉你 其实不管是在过去 还是在现在 我一直都很心疼 因为我给不了你幸福 对不起 这个男人用手扶着墙壁瑟瑟发抖 嘴巴也在不停地哆嗦 但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只能用手笔划出来一个二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他这么二 原来他是被钱下的 自从汤七七在徐然那里拿到了二十万的启动资金后 他就与赵宁跟崔大饼一起成立了一家梦工厂的网络公司 结果因为几人意见不合 根本就不能输出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更没能抓住观众的眼球 因此他们的梦工厂很快就要面临破产 三人中 赵宁喜欢拍动物 汤七七喜欢拍一些飞檐走壁的奇人 而崔大饼就想让他们去拍网络明星 我就是一个经商的奇才 我觉得我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怎么会贪在这样的网站上面呢 你的那些高招 说穿了就是三个字 撒狗血 我做网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撒狗血 我不要我的网站变得狗血淋漓 因为汤七七执意要坚守自己的原则 崔大饼最后只能选择丧火 千里字体毁印的血 唐七七啊 你白蚁还要厉害 一个月 只花一个月的时间哦 你可以把将来 四肢上移的公司整个都给毁了 我真的太佩服你了 我告诉你啊 你一定是上辈子我杀的一头猪了 这辈子来跟我报仇 正当崔大饼收拾东西准备打包走人的时候 微笑却跑了进来 因为汤七七昨天发的一条关于她的视频 已经在网络上大火 而他们自己却还不知道 原来昨天汤七七拍到微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踩着一个自制的滑板 以每小时八十麦的速度赶到现场 加上她身手敏捷剑步如飞 结果她这条视频很快就以潮人的话题 在网络上乘几何形式的点击量上升 崔大饼看到了网上的视频后 顿时就喜笑颜开 微笑的这条视频如同大汉逢甘霖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但微笑对此却并不满意 他认为这条视频火了之后 会对他的工作造成影响 但崔大饼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 招呼着大家赶紧把东西放回原地 而微笑回去就被他的领导数落了一番 第二天一家风投公司找到了汤七七他们的公司 他们表示准备对汤七七的梦工厂进行投资 而从乡下来的汤七七则是一头雾水 风投公司表示 他们会对梦工厂进行独家大量资金的投入 投资的方式是股权投资 他们只要30%的股权还不要控股权 并且不需要他们任何的抵押以及担保 汤七七听到这里后 直接有点怀疑人生了 他被这巨大的馅饼给砸懵了 随后 自认为见识不凡的崔大饼打算代表公司谈判 而当他听到对方爆出的数字后 更是呆力当场 不知所措 这次我们打算投资20万欧元 你等一下 赵先生你跟他再聊一下 好 出来的崔大饼扶着墙壁瑟瑟发抖 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知道用手对着汤七七比划 随后 赵宁进来把对方已经确定投资的消息告诉了汤七七 几人也是高兴的手舞足蹈 另一边的江东对冯路飞依然是贼心不死 他还说出了一番让人瞠目结舌的理论 我是作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人告诉你 你和你的家族都非常的需要我 你们的家族永远需要一个人 给你们注入新鲜的活力和基因 冯氏集团研究下去的唯一方法 就是培养出出类拔萃的继承人 而我 就是最佳人选 都说人有自信是好事 如果过度自信那就是狂妄自大 来看一下这个人的表白有多狂妄 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 因为你看不起我 我是作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人告诉你 你和你的家族都非常的需要我 冯氏集团研究下去的唯一方法 就是培养出出类拔萃的继承人 而我 就是最佳人选的 每个物种 都必须透过选择最佳的配偶 来延续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不管你认不认同 这就是自然法则 冯禄飞听了江东的这套生物科学理论 根本就不屑一顾 这也是碰到了冯禄飞这样有气度的人 估计要是换成另外一个人肯定要被骂成是神经病 随后 实在听不下去的冯禄飞起身就走 而贼心不死的江东第二天又找到了冯禄飞 这次他没有用那套生物科学 而是来挑拨他跟徐然的关系 他告诉冯禄飞他跟徐然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 他们两人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 随后他又跟冯禄飞讲了他父亲的故事 想以此来达到两人之间的共鸣 接着他又把冯禄飞带到了他出生的地方 看着那么大一个差字 我还以为他是要炫耀他是拆迁户 原来他还是想告诉冯禄飞他的基因是多么的优秀 江东表示他只用了十年 就从一个乡下出去的穷小子 混到了现在的地位 这就是他对自己基因的自信 而冯禄飞听了他的话更是淡然置之 我见过用一秒钟就完成这个距离的 那就是我 从出生时的一无所有到亿万加深 这就是我跟你的差距 你用一辈子得到的 都赶不上我 一出生就拥有了 你用不着说去提醒我我们之间的差距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个白手起家的穷光蛋 我可能连一眼都不会看你 冯禄飞听完江东的话直接被气得无语了 他转身就走 第二天他就给徐然寄了两张酒店房间钥匙 原来他是想邀请徐然去长岛假日酒店度假 钥匙收到了吗 刚收到 我正在等你 喂 应约而到的徐然看着冯禄飞穿着睡衣 站在自己面前 他有点接受不了 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冯禄飞却来了个正式表白 我想告诉你 我喜欢 这个女人邀请男人来酒店度假 不过他却只穿了件睡衣来见男人 而徐然看到冯禄飞穿成这样后 他表示不能接受 并要求冯禄飞立马去换一件衣服 否则他马上就走 因为徐然知道他不喜欢冯禄飞 如果两人这样见面 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但冯禄飞却不这么想 他认为徐然只是在逃避 正当徐然准备要走的时候 冯禄飞却正式提出了表白 我喜欢你 徐然健壮 急忙将他的衣服穿上 他告诉冯禄飞他漂亮 聪明 而且家境又好 是许多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但是徐然心中的人却不是他 对不起 我不爱你 徐然回去后就去找了汤七七 同时也跟他解释了一下他跟冯禄飞的关系 汤七七则是对徐然一百个信任 两人的关系也正式确定了下来 正当两人畅所欲言的时候 没想到江东也在这里吃饭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两人一见面就是一番唇枪舌剑 最后说不过徐然的江东只得找起了汤七七的麻烦 随后他把服务员叫了过来 他要求服务员把汤七七从这里赶出去 但一个小小的服务员哪有那么大的权利 只能委屈求全的跟他道歉 但江东却是对着服务员不依不饶 此时的江东正式验证了冯禄飞当初说的那句话 弱者都是通过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来增强自信的 几天后 收拾好心情的冯禄飞正式回来上班 徐然也准备开始筹划他的电视剧 他们来到V公司找到江东 没想到他们刚一提出这次的广告计划 就被江东提出很多疑问 并且直接否决 正当江东准备散场的时候 总裁李志辉却走了过来 原来徐然早就料定江东会对他们百般刁难 他提前就去见了李志辉 他只是告诉李志辉 说冯禄飞的老爸给他送了一份请柬 要他等下过去拿一下 李志辉是什么人 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 当即就明白了徐然是什么意思 这边李志辉在冯禄飞手里拿过东西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看到了桌面上摆着的一份杂志 这本杂志我看到过 李总 这封面上的人 有可能会成为青阳的代言人 代言人 说来听 江总有时间吗 当然 你说 这个人叫微笑 他的职业很普通 是一个小区的片子 随后 虚然给他们介绍了微笑的故事 他认为微笑这种具备挑战 又时尚 还潮的人 正是他们广告要找的代言人 更何况他最近踩着滑板去为百姓排油解难的视频 已经在网上爆火 现在的他已经登上了时尚健康的杂志封面 已经算得上是大红大紫了 所以徐然希望 邀请微笑来参加一系列由青阳赞助的比赛 与此同时他还要拍一部电视剧 用无懈可击来体现出他们产品的精神 李志辉听了徐然的潮人计划后 表示很感兴趣 只是他在临走之时半句没有提同意徐然的方案 却又句句表示着他同意 帮我牵几个名回来 我侄女很喜欢他 江东不是白痴 他自然明白总裁的意思 此时他才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徐然已经算计好的 徐总 冯总 你们是故意设计 李总来这里的吧 你谁 另一边的叶柔因为要帮电视剧找编剧 他找到了在演艺圈的前男友张大雨 没想到两人正在车里聊天的时候 却碰到刚好路过的现任男友 怎么没这么听你说过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真的吗 这个女人正跟前男友在车内聊天 却没想到刚好碰到现任男友路过 男人不慌不忙地停下车 却看见他们还在畅所欲言 直接把他无视了 他只得用力敲了敲车子 而叶柔看到男友后却是脸色大变 还没等他说话 男友却已经走了 而车子里面的前男友却是幸灾乐化 下车改天找你 下车 随后 叶柔一脚油门追上了微笑 然而微笑却并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 只留下一句好字为之便扬长而去 晚上 微笑再次来找叶柔的时候 却又看到他跟前男友在一起 把前男友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其实叶柔两次三番地找前男友 并不是想就请复然 而是为了帮公司即将开拍的电视剧找一个好编剧 而他的前男友张大宇正是在演艺圈工作 当然张大宇也不负所托 的确帮他们找了一个好编剧 两天之内 已经打我卡上了 晚上张大宇过来向叶柔介绍这个老师的情况 却没想到又碰到了微笑 他看到微笑后知道可能要挨揍 立马就溜了 叶柔健壮赶忙拉住微笑 但微笑根本不听劝解 执意要去揍张大宇 无奈的叶柔只能提出分手 分手 虚然知道情况后 他找到微笑并解释了叶柔和张大宇 就是工作上的关系 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这天 叶柔又跑到酒吧喝酒 结果又被小青年搭讪 微笑胆来阻止 但叶柔却根本对他的话置之不理 叫你别让他喝 他是谁啊 是 你有病吗 他有病 随后两人来到外面 微笑解释是自己误会了他和张大宇在一起的原因 而叶柔仍然不肯选择原谅他 他还是坚持要和微笑分手 最后两人也是不欢而散 几天后 叶柔在逛商场的时候商场内出现了持枪歹徒 顿时整个商场人心惶惶 大家都是四散而逃 此时 另一边的歹徒正持枪挟持一名跟叶柔非常相似的女子 微笑赶到现场后 还以为挟持的是叶柔 他赶忙给叶柔打电话 而此时叶柔的手机却正好被奔逃的路人撞坏 此时打不通电话的微笑确定是叶柔被劫持了 他急忙跑到指挥处主动请应 随后他冒着生命危险 徒手从大楼的另一边爬上了楼顶 想来的出其不意 而这边赶过来的叶柔听说了情况后 更是担心不已 此时的微笑已经是溅在弦上不得不乏 当他赶到人质身边的时候却发现不是叶柔 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随后他用激将法使歹徒跟他交换了人质 在谈判中微笑得知劫匪由于老婆看不起自己 为了得到老婆重视才走到这条角落 微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鼓励劫匪重新振作 努力挽回自己的爱情 因为我也遇见一个人 让我愿意为他付出一辈子人 可我跟他的生活却是天与地差 他是经历 我只是个普通小警察 我每个月赚的还不够他脚的事 作为一个男人 我也会自飞 所以当我看到跟他比较般配男孩子在一起时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不会吃醋 然后我说了一些口气比较重的 伤痕 所以现在不管我怎么做 他都不会再原谅他 一百万有一百万的幸福 十块钱有十块钱的幸福 幸福跟金钱无关 也许你现在的努力他没有办法 但你只要脚踏实地的坚持 总有一天他会懂 你现在自以为今天动力的行为 对他一点价值都没有 微笑的这一番真情告白 不仅把下面的叶柔感动得泪流满面 也感动了劫匪 微笑下来后 两人也决定重归于好 你这个笨蛋 你都说过你要陪我一辈子的 这个男人居然当着备胎的面向女人求婚 女人被男人这一举动吓得手足无措 直接看向了备胎 而备胎大哥则是默默地走开了 随后女人很郑重地问男人是不是认真的 男人则是坚定不移地回答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是在向你求婚 嫁给我吧 女人看到男人的表态后笑开了花 连忙接过男人手里的戒指 男人则是要立马拉着他去民政局 干嘛去 民政局 然而两人到民政局把一切都准备好后 男人却突然反悔了 你怎么啦 我们回去吧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的爱好就是要耍别人玩吗 你想分手就分手 想结婚就结婚 现在想不结就不结 你想玩自己玩什么都好 我都可以陪着你 可是你怎么可以拿别人的感情来这样玩弄呢 就因为我喜欢你 你就这么对我吗 其实徐然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 因为他昨天接到V公司总裁李志辉的电话 两人见面后 李志辉告诉徐然他即将调离亚太区 而接替他位置的人可能会是江东 同时他还告诉徐然他已经开拍的电视剧《无懈可击》 也有人在同一时间开拍了 徐然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江东在幕后搞鬼 当然他也一点都没猜错 几天前江东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乖 江东知道 只要他的电视剧比徐然的先播出 那么徐然的就算是山寨 而他们V公司是不可能接受山寨 所以到时候徐然不仅会失去他们洗发水产品的广告合约 还要损失一大笔资金 甚至连冯路飞的公司都会牵连破产 徐然回到公司后 就找到了冯路飞 他把一个幽盘交到了冯路飞手里 而幽盘里面正是另外一部剧《恶魔多姿》 虚然告诉冯路飞这是江东在幕后坑他们 同一个创意 同时为两个品牌投拍电视剧 到时候江东就可以说他们剽窃别人的创意 随后冯路飞找到江东 江东自然不会承认是他做的 他说他毫不知情 连忙把手下那些什么总的都叫了过来演戏 手下则是把责任全部推到了李志辉身上 这么大的事情 就算是李总批了 你们也应该告诉我 随后江东为了博取冯路飞的芳心 甚至还在他面前下跪发誓 我发誓 这件事情跟我江东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我说话 我出门给谁撞死 冯路飞见他这样肯定 也是选择了相信江东 回去之后他把事情告诉了徐然 而徐然却是根本不信 因为他太了解江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江东发了事就跟放屁 徐然知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双方开始赶进度的比赛 他来到片场找到导演 可导演却是不愿意为了速度而牺牲质量 最终徐然还是被导演说服 一个月后 江东的电视剧已经顺利完成 首日播出的收视率竟然达到九个点 而徐然却再一次陷入了危机 第二天江东找到徐然 他告诉徐然现在他已经加入了合纵联盟 并且代替了熊佳节的位置 他还奉劝徐然他的电视剧已经没必要再继续拍下去了 即使拍完也不过成了鸡肋 徐然则是对他的话不屑一顾 转身就走 晚上徐然约汤七七出来见面 他为了不连累汤七七 想跟他暂时分手 奈何汤七七就是一根筋 说什么也不同意 并且他表示要跟徐然一起同甘共骨 第二天无奈的徐然便找到了汤七七 然后用一次假结婚让七七与自己分手 最后甚至还被备胎大哥揍了一顿 而另一边江东的电视剧 由于一味的敢进度 结果粗制滥造的本质问题很快显露出来 收视率也是一泻千里 这个男人新冠上任第一把火就把自己给烧了 他一觉醒来 就发现他用公司赤巨资投资的电视剧被人骂成了垃圾 他连忙跑到电脑上去查看 此时网络上已经是千夫所指 评论区也是炸开了锅 收视率更是一泻千里 而媒体与公司的施压电话也是接踵而来 电视台方面直接要求停播他的电视剧 并且要求他们公司为控出的档期支付高额的赔偿金 回到公司的江东已经手足无措 在公司的位置也是岌岌可危 他只能先安抚住公司总部 并给出承诺把收视率提高 随后江东为了挽回损失 他只能来找徐然 他提出用徐然的无懈可击来顶替 并告诉徐然如果电视剧开播收视超过九个点 他将会全额买单 而徐然对江东的话却是根本不屑一骨 没办法的江东只能使出激将法 你拒绝我只说明你害怕输给我 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跟我较量吗 如果你的剧连播出的机会都没有 怎么较量 充其量 你不过是一个望风而逃的胆小鬼 你是在激我 尽管徐然知道江东是用激将法激他 但是他还是接受江东的挑战 不出所料 徐然的无懈可击一经播出 便大获成功 我们的最后收视率是 十个点 此时的江东也算是暂时度过了这次的难关 不过他可不是什么懂得感恩的人 第二天他就找到熊佳杰 他告诉熊佳杰合纵联盟怀疑他跟徐然合纵 骗了联盟一大笔钱 所以他要把熊佳杰软禁起来 调查清楚 而当他拿过他手机的时候 徐然的电话却打了进来 没想到你们两个联系的这么紧密啊 熊佳杰 我准备把钱打到你的账上 徐然 我希望你能够好自为之 原本我决定要等到交易完成再把钱打给你 但是我选择信任的意思 因为你也把信任交给了我 好你可以信任我 再见 随后江东便问熊佳杰 他们之间有什么交易 熊佳杰则是告诉他 这次他们玩得很大 资金更是以异为单位 而江东知道情况后 却想要求与他们合作 随后他要熊佳杰打电话给徐然 约好晚上在电影院见面 见面后 熊佳杰告诉徐然 江东要求做他们的合伙人 他说江东进来可以帮他们把局做得更大 条件就是 试成之后他要50% 随后江东也亲自过来说出了计划 他表示 在三天之内 制造出111集团的股票遭哄抢的假象 吸引合纵联盟大量的买入 然后他们在最高点抛空走人 徐然不是白痴 自然不会那么容易相信江东 不过江东却抓住了他的弱点 他知道徐然一直想把合纵联盟彻底击垮 而这次有他的加入无疑是如虎添翼 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 最后 徐然虽然一百个不相信江东 但他还是选择冒险 因为他确实不想失去这次机会 为了保密 三人选择了郊外的一处会所 徐然宣布 三天之内谁都不能离开这里 更不许与外界任何人联系 几人也是点头同意 随后 徐然通知在国外的搭档马凯 一切准备就绪 听我口令 开始 第一天过去 一切如徐然计划的那样 三人不断吃进111集团的股票 制造出被轰抢的假象 很快111集团的股价飙升上去 合纵联盟也开始跟着买进 然而到了第二天 他们却突然遭遇狙击 实际掌握得非常精准 只要他们买 就有人抛 这让徐然不得不怀疑有人泄命 随后他想出一个办法 把三个人的手机都拿出来 放进保险箱 三个人每人设置一个密码 前三位徐然设置 中间雄家杰 最后由江东设置后三位 这样谁也拿不到手机 那个男人布置了一个 酝酿了八年的局 然而他处心积虑布置的局 却还是遭到了对手的阻击 这让男人不得不怀疑 他们之间有人泄命 随后他想出一个办法 把三个人的手机 都拿出来放进保险箱 三人每人设置一个密码 前三位我来 中间是你 最后咱们是江东 然而当他们把手机都放好后 结果还是一样 天哪 又有人跟我们一起跑 原来这一切都是江东在背后搞鬼 他利用合纵联盟给他的卫星装置 早就让简单把转接器 就安装在他锁住酒店的顶层 这样合纵联盟就可以精准地狙击徐然 这天简单过来检查的时候 却刚好碰到了喜欢攀岩的微笑 微笑发现了这个秘密后 他不顾一切地从楼顶一跃而下 结果自然是把救护车叫了过来 上了救护车后 他马上要夜柔给徐然打电话 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徐然 但此时徐然的电话已经锁进了保险箱 而这边的徐然还在疯狂地买进111集团的补票 一个小时后 结果徐然毫无意外地输得一无所有 江东则是想把货水引到马凯身上 但徐然坚信不是马凯出卖他 我告诉你肯定不是马凯 到底是谁我吃早的 随后 冯禄飞过来告诉徐然 微笑受伤住院 而当他赶到医院的时候 他自然也知道了一切 第二天徐然找到冯修文 冯修文则是大气地说了一句话 说吧 你要多少钱 我们俩之间只能谈钱的事吗 就算你现在能给我一个亿 我也分了吧 傻小子 我要给你的不是你所谓的一个亿 而是我的整个家业 继承了冯修文产业的徐然决定再豪赌一把 而江东为了能彻底击败徐然 也再次入局 当然徐然首先要做的 就是把那个狗屁卫星装置解决掉 这边江东看着徐然大量吃进111集团的股票 心里是暗自窃喜 然而到关键时候 徐然一声令下 决定抛出所有股票来套牢和纵联盟 而江东联盟赶紧向联盟发送信号 怎么回事 为什么联盟那边什么反应也没有 我有个重要电话要打 密码给我 017 3 1 1 7 3 2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他们接受不到你的指令了吗 你不用打电话了 我劝你快点找个地方躲起来 熊佳节一定告诉过你 合纵联盟从来就不会放过一个 让他们蒙受损失的人 第二天如同丧家之犬的江东 只能选择亡命天涯 徐然则是第一时间过来找汤七七 赵宁则是告诉他 汤七七已经走了 本来他们两个都已经准备去登记了 结果半路汤七七却跑了 随后 徐然找到崔大饼 在他的软磨硬泡下 崔大饼把七七遗忘在他那里的手机给了徐然 徐然则是想到一个办法 他利用七七的微博账号 他也是以七七的名义发徐然我爱你的讯息来逼七七现身 然而信息是铺天盖地的发出去了 汤七七也看到了 但他却不想现身 最后 徐然决定做一场特别的演唱会 想通过各大媒体的号召来找回汤七七 演唱会的主唱当然是好友微笑 这场演唱会的消息很快被各大媒体在城市内广泛传播 杨七七 我到现在很没动 我不敢想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但是我能感觉到 一定在某个地方 看着这个舞台 你一定可以你告诉我说的话 七七 你为我挪回许多眼泪 那是因为我在第一次看到你的手 我觉得你不属于我的世界 你太单纯 太天真 我不想伤害你 可是不知道从哪个时候起 我突然发现我的世界的权势 徐然的真情告白最后还是感动了汤七七 她决定还是要牢牢抓回属于自己的幸福 两人也终于破镜重圆 五年后 徐然的公司准备上市 冯璐飞则是想留在国内 因为她已经生了一个女儿 徐然表示她愿意去美国分布 而此时七七也怀上了徐然三个月的骨肉 你这个大肚子还乱跑 三个月大哪里也看得出来的肚子 小男的 小妈做你最喜欢吃的肉皮 我们半吃吃好不好 啊 走 吃饭了 我们早就饿了